在黎巴嫩发生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后 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迅速升级 据路透社9月22日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当天宣称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持续进行 直至被疏散的以色列北部居民可以返回边境为止 加兰特在与以色列高级军官评估作战形势时表示 过去一周是真主党历史上最艰难的一周 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的空袭意义重大 我们的目标是让以色列北部居民安全返回家园 为此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 22日也在一处空军基地发表视频讲话 称以色列军方已经为下一阶段战斗行动做好充分准备 他声称以色列对贝鲁特郊区的袭击 向真主党发出了明确信息 表明以色列有能力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公民的人 哈莱维说真主党会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 我们的袭击也会增加 我们将让居民安全地返回家园 如果真主党还没有明白这一点 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打击 直到他们明白为止 黎巴嫩上周发生大规模通信设备爆炸事件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尽管以色列继位承认也未否认实施这轮爆炸袭击 但外界普遍认为就是以色列所为 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指责以色列此举越过红线 等同于宣战 当地时间9月20日 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 黎巴嫩卫生部门22日表示 空袭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 其中包括三名儿童和妻女妇女 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易博拉星 阿基勒也在空袭中丧生 这是以色列在不到两个月内第二次袭击真主党主要军事指挥官 作为对以色列空袭的报复 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和机场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 半岛电视台称 这是真主党首次向该地区发射火箭弹 也是自去年10月以来真主党袭击的最远的以色列境内目标 真主党22日还表示 已向以色列海法北部的拉斐尔军事工业基地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 作为对前不久黎巴嫩国内大规模通信设备爆炸事件的初步回应 李军称从21日深夜到22日 以色列北部遭到约150枚火箭弹 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其中大部分被防空部队拦截 路透社报道称 以色列北部多栋建筑在袭击中遭到破坏 海法附近一栋房屋严重受死 暂时没有人员死亡的报告